一個U字型的凹兩個凹的重點在哪裡 那我們那個 昨天不知道有沒有看到海洋水手號 或是之前有看到海洋航空號 它其實齁 它開進去的時候 它船頭要吊頭 它沒辦法在基隆港的裡面吊頭 所以它每次吊頭 都要現在整個回船池吊頭 先把鼓進去之後 再停進去 它出來的時候 如果它船頭不對 它要把鼓進來之後要出來 所以它叫回船池 所以回船池的水深 所以我們那個船的吊頭也很重要 那後櫃的船 尤其是我們 我當然是幾萬噸 一萬元以上的船的時候 它進來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利用吊頭